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會分享一些我用青光的護膚品 我們先由結面產品講起 首先不會缺我的Emma Hardy Amazing Face Moringa Cleansing Balm 這也是講過無限次 如果有追蹤我的IG 看了我的影片很久的朋友都知道我超級喜歡這個 暫時都沒有一個產品可以代替到 所以我自己是保持回購的 雖然我偶爾都會試試一些新產品 但我會起碼有一瓶類似看門口的旁邊 但如果你是未聽我說過 我都在這段影片說一說多一次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它 首先它是一個膏狀來的 在這裡未必看得清楚 我暫時就未有一瓶是開著 因為我現在試的cleanser 其實跟它差不多有得分 我遲時都會分享我的皮膚治療程度 但它是有一點稠稠的膏狀 好像一盒盒潤膏那種質感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很黏 但其實它是很容易推開的 例如我這樣化妝 我只會用一點點塗在臉上 按摩直到它溶完為止 它是首先很舒服 塗在臉上很香 不是那種很香水的假香料味 它是很天然的 好像做spa那種味道 然後它就會幫你卸妝潔臉 我會做兩次的 第一次就當作卸妝 然後我會用它本身是Emma Hardy的洗臉筋 濕了毛巾 拌一拌 然後去卸妝 擦了臉 你就會看到整條毛巾都是化妝品 卸妝功能方面真的很好 很頑固的眼睫毛液 加上它很滋潤 其實它會變成一個油 好像卸妝油 其實真的很難形容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抹一拌回來試 它真的很好用 抹完它之後 其實臉已經很乾淨 但我都會再拿多一點點 再塗在臉上 或者可以用另一個Cleanzer 一個Mil Cleanser也好 Fulling Cleanser也好 總之適合你皮膚的洗臉產品 都是再用一次毛巾去擦 確保它乾淨 另外它可以做臉膜 有時皮膚敏感或者特別乾 就可以厚敷 或者薄敷 敷20分鐘就可以落了它 皮膚就會滋潤和舒緩 我平時買的都是200ml 一定會用得完 我看看這裡能否滅到 其實這裡也還有 我看看能否滅到一些給大家看 它有一個不好處就是它會溶 所以我通常會放雪櫃 但它真的不是那種很油膩的那種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但很舒服 你不會覺得好像要扯著皮膚才可以落得乾淨 而且落眼的那些不會刺眼 不會覺得很刺眼 非常之好 非常之推介 雖然價錢可能是偏貴一點點 但其實你不需要用很多 都可以用到很久的 而且我也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如果大家有興趣買 都要在外國才買到 接下來就是Toner 這枝我都很喜歡用的 這是Caudalie Moisturizing Toner 我很喜歡它是泵妝 很方便 泵在棉花上 不用倒 我懷孕期間最常用的一個品牌 就是Caudalie 因為很多產品都在懷孕期間可以用的 我覺得它有一種滋潤 和舒緩的功效 我都蠻喜歡的 而且它說它沒有Parabin 沒有防腐劑 保濕得來用完都很舒服 和比較天然的一件產品 接下來就是HR的 Protegy Cell Glow Intense Clarity Essence 這枝我也是很喜歡的 它真的很保濕 我覺得它比Caudalie更加保濕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Essence 但我當它是Toner用的 塗完之後 你真的覺得皮膚還在滋潤 不用趕著去塗精華或Cream 當然你都會塗精華和Cream 但你會感覺到那種滋潤度 我也是非常喜歡這個 之前去英國旅行的時候 也是帶它 然後就有Lamere的The Treatment Lotion 這枝我也是非常喜歡 它比HR的比較厚 所以有些人未必會喜歡那種質地 但我自己就很喜歡 越潔越好越粒越好 應該是因為上了年紀 它也是在隔壁倒在棉花上 然後塗勻臉 但我覺得這樣好像很浪費 所以我自己就倒在手上 然後慢慢去印皮膚 我覺得這樣其實是比較吸收的 這樣就不會浪費 因為它是Lamere 它的味道也是有一種 它比起其餘的兩個噴霧 味道會比較強一點 都是Lamere的味道 但我覺得這個好像再強一點 所以之前有時候我皮膚很敏感的時候 我會很自然不會用它那麼多 我反而會用Caudalie 不過這個是如果你想要一些 就是Caudalie 和比較滋潤的Tone 這樣都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都不錯的 妹妹起了一陣了 Oh my god 這個妹妹被人吵醒了 她不讓我放下它 你可不可以在這裡玩嗎 我在這裡 你原來要跟你玩的 好媽媽 讓媽媽拍完影片好嗎 OK 我集中不到 OK 接下來就是有Loncam的B-Facilla 這是一個 下妝油還是下妝水呢 它是兩層的 應該叫做下妝油 會令到眼睛很柔軟軟 很不舒服的 整體的評價都OK 不過其實我很少用這些 因為通常到晚上 直接用Emma Hardy 整個臉都下妝就很方便 不用再騙我用這些 又浪費棉花去下眼妝 妹妹 你幹什麼啊 你和寶寶在聊天是不是 接下來就是眼霜 我也用了一瓶 Lamere Eye Concentrate 我非常喜歡這個 我覺得它的質地很容易推開 其實又不是超厚濃濃濃濃的 都容易推開 都很保濕 很滋潤 而且我覺得那一陣子 我的眼紋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我覺得現在其實是差一點 比起那時候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不夠睡 又乾 其實因為有很多因素 會影響你的皮膚 紋 所以也不能說 用完一個產品就一定很好 或者不用它就不好 我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不過這一瓶我是喜歡用它 另外一個眼霜 其實這是我也是前幾天才用完的 就是Amour Pacific Time Response Eye Reserve Cream 這個我覺得是用完Lamere 你就會覺得其他效果沒有那麼好 我剛才所說用完Lamere 是真的覺得那些紋是減淡了 但是用這個的期間 我覺得那些紋都是顯色的 它都很滋潤的 它的質地不是很清爽的 但都容易推開 滋潤的 味道我都覺得是非常容易接受 不會說很厲害的香料味 有些韓國品牌的香料味太厲害 我都會比較反感 但這個我是很喜歡它的味道 不過我只用了它的SAMPLE Size 這裡只有3ml 所以可能用的時間不夠長 看到效果也不太明顯 另外一個眼霜就是雪花秀的 Time Treasure Renovating Eye Serum 這個是我唐妹妹之前用的 因為到唐她的時候 我覺得韓國品牌的成份比較複雜 所以我沒有用 之後刪完它 我都會繼續用 直到用完為止 這個我也挺推介的 之前有些觀眾朋友問我 有沒有韓國品牌的眼霜推介 我也有介紹這個 雖然它是一個眼部的精華 但我覺得夏天用它做眼霜 其實就已經很足夠了 因為它不是很清爽的 它也有一種滋潤度 真的無法擠出來給大家看 但我覺得用它的效果也不錯 我覺得有提升到 眼紋也不太嚴重 接下來就是說Serum 首先這一單 其實我最近才用完的 就是Skinneed 100% Hyaluronic Acid 我也覺得它不錯 首先適合我敏感性皮膚 因為其實我皮膚敏感 是主要因為缺水 它就可以幫我補充水分 令我皮膚也沒有那麼容易敏感 它的質地也很清爽 我自己就覺得會比較適合夏天 因為我在冬天的時候 我是真的需要很強的 很黏的精華和霜 這個其實我都會保持 在冬天都有用的 我都是用完這個 再塗另外一個精華 再塗霜 就會感覺上鎖的水分 但如果夏天 我想只用這個 再加一個霜 都已經很足夠 這個我非常之喜歡 接下來都是有一個保濕的精華 就是Fresh Rose Deep Hydration Face Serum 我一向都很喜歡Fresh的玫瑰 真的覺得是很香 而且都是有一種舒緩的效果 雖然說是Deep Hydration 但我覺得保濕的功效 都是一般般的 如果你問我 我反而覺得Hyloronic Acid是更加強勁 但這個我覺得保濕程度 都不是說很好 不是說非常之好 我反而就比較喜歡它的面膜 還有Sleeping Mask 都可以的 它的爽膚水都可以 但這個精華我比較常失望 全部都是保濕精華 接下來就是Drunk Elephant B Hydra Intensive Hydration Serum 這個也是很多人說 很好用 但我自己是 不知為何我不太喜歡 雖然我都用完 因為我現在喜歡用完的東西 先換 先轉另外一件東西 但首先我想說 它的味道是很難受的 好像有一種膠的味道 我都不知如何形容 是否因為它是天然 但我真的很不喜歡 就算保濕程度好 但要聞它就沒有 我應該都不會回購 保濕程度我覺得是OK 我覺得還不至於說是超好 有朋友說可以混合一些精華油 但我覺得混合完後 效果也不太好 或者特別明顯 所以這個我自己也不太喜歡 我們再等一會 很快就趕完 其實還有很多 忘了味道是怎樣 還是不是很 還是不是說很 妹妹 乖 忍耐多一會 我們先去鏡頭好嗎 接下來這個精華 都是一個 sample size 所以不是說用了很長時間 但我也挺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效果挺明顯 就是Amour Pacific的 Time Response Skin Reserve Serial 這個我覺得當時我皮膚 是有一點光澤得來 還有看起來是均勻一點的膚色 亦都沒有那麼累 沒有那麼沉 這個我覺得我會想買它的 Full Size來用 那時候真的很喜歡 而且保濕程度也很好 浸味也不會說 又是很厲害的香料味 真的挺舒服的 然後就有Lamere的Renewal Oil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幾乎每天都用它 早晚都用 化妝又用 但是都可以用很久才用完 可能我用的份量不需要很多 它的效果都已經很好 我會用它塗在指甲邊位 會用它塗在臉上 混合粉底 效果會有光澤 還有更加貼面 有時候我們想起 精華油或這些油 都會覺得很黏 很不舒服 特別是如果你是油性皮膚 你更加未必會喜歡 但其實這個質地是很清爽的 即是潤得來是爽的 我覺得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油 但是就變成了冬天 我覺得我皮膚超乾的時候 用它就不夠了 我當時就換了用Darfine 就好一點點 但你說整體 我用了一枝Tata Hopper Repairative Moisture 都是相片尺寸 我覺得都可以 我都會考慮用全體的 我把質地塗到一點出來 給大家看 它是很容易推開那種 不會很濃 不會很濃 但是非常滋潤 我都會考慮用全體的 就沒有那種天然的 好像草本味 我真的很喜歡Tata Hopper的東西 暫時都沒有 應該是沒有一件產品 是令我失望的 這是一個修復的 所以比較適合我這些 敏感皮膚 比較乾的皮膚 還有可能 敏感度會有傷口 那我就會用這個 Caudalie Moisturizing水杯 也有說過超級多次 應該是很久以前的Empty's Pen 也有說過 我覺得適合夏天日間的day cream 給乾淨皮膚 如果你是我這麼乾 我覺得冬天日間都OK 不過之前我會用Lamere的油 或者是當天晚上就應該不夠滋潤 但是你說日間是爽得來又滋潤 很舒服很快吸收的一個cream 比較薄的cream 然後這支是非常多人問的 就是Augustinus Bader 是不是這樣讀 我對它的評價 由高又低 是不是 有升有跌 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初初不是那麼好 然後慢慢就越來越喜歡 所以我是想等到空平的時候 才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初初我不是那麼喜歡 其實我只不過是覺得 不是很特別 都是一個很普通的cream 但是用一下 你就會看到那個效果 特別是我皮膚很乾 又是裂皮膚的時候 真的看到它是修復也很好 也會幫你修復皮膚 關於科研的研究 我留在資訊欄給大家看 我就不多說 因為我也不知道怎麼用中文說出來 不過它有的成分就是 它說有舒緩的蘆蠔 有很多抗氧化的成分 有有蠻藥 維他命A、B、C、E 可以保護皮膚 主要都是抗衰腦 保濕皮膚 舒緩皮膚 還有紅印 這個我都覺得最明顯的 就是減淡的 網絡皮膚沒有那麼紅 另外它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歡 它是有一種 它的味道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我經常都覺得好像 麥的那種味道 燕麥的味道 很喜歡 所以我是回購了 之前Black Friday的時候 已經買了一支新的 真的 你剛剛用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你用久了之後 你會看到皮膚整體網絡 都是健康一點 膚色健康一點 沒有那麼紅 它是潤的 但是它又不黏的 應該沒有什麼補充 對 很喜歡 有一個面膜我用完的 就是MTM的 Custom Blended Hydrating Mask 這個是保濕的面膜 但是我覺得它的舒緩功效比較好 不知道是否因為它的處方 它就幫我下了爐迴 和青瓜聚取的 所以聞下去其實有一陣青瓜味 然後敷上面 涼一陣 有一陣冰涼的感覺 很舒服 其實我是用完它 我還有一支 它的Evan Calendar 有一個 SAMPLE SIZE 我也是保濕有用 我記得我有一段影片說過 它的保濕功能也一般 但是它的舒緩功效 是真的很好 反而它的保濕功效 我覺得對我來說不是太特別 但是真的舒緩到 以前皮膚敏感 出風難 甚至我都會用它 防曬我用完 其實是三支 AMPLEUR LUXURY WHITE 我桌面還有一瓶 有一支就快要用完 它是有SPF50加 PA4加 所以防曬功能已經非常好 而且它的質地不會很厚很黏 在皮膚上面很舒服 同時也很潤 都沒有什麼要挑剔 除了它是有少少貴之外 而且它的標榜是印庫都可以用的 所以我用駝兩胎 我都是用它做防曬 到現在都在用它 另外就是有用MTM的SOLAR SHIELD PLUS SPF50加 這個就是PA3加 這個我都喜歡的 不過我覺得它是有點黏 相比起AMPLEUR 這個就會厚一點 再黏一點 所以都是適合冬天用多一點 但是防曬功能也是OK的 嘩 做什麼啊 嘩 你想要噴嗎 嘩 嘩 你好重啊 嘩 嗨 Kiss 這樣隔空Kiss 讓媽媽化妝 OK 又用完兩支Lanolips 101 OILMAN 這個我就當它是潤唇膏 晚上我會放在床頭櫃 晚上就厚膚地塗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天然的潤唇膏 如果你是懷孕 或者是不餵母乳 都是很適合用的 它是100%自然的 可以塗在一些乾的位置 比如手肘 腳肘 嘴唇 指甲邊邊這些位置 如果脖皮很乾都可以塗的 還有一些蚊咬 我都會塗的 它是100%天然的Lanolin 就是羊肢膏 它是沒有蚊咬油 沒有硝子 沒有paraben 沒有人造色素 都是很天然 而且不會做生物測試的 這個就是非常推介 保持著回購的 有這個Cutio的 Cutical Oil 就是塗在指甲邊邊的位置 我覺得它的設計很方便 如果你不喜歡塗像Lanolips 這些那麼厚 這些通常我晚上才塗 但是你說日後的話 其實還有一點點 我再用它 這樣滴在邊邊的位置 我很喜歡它的頭 它這個頭可以剛剛好 針對指甲邊的位置 而且味道很香很舒服 我自己也已經回購了一支新的 所以用完這裡我會開一支新的來用 最後就是兩件化妝品 首先就是HOUR GLASS 1.5mm Mechanical Gel HOUR GLASS 1.5mm 這個我以前也有提及過 其實這是一個會用的眼線筆 我現在也在用 但是因為我自己外出不會說出很久 也不會說化妝化很久 所以對我來說就不是很大問題 但是如果你經常外出 很少會補妝 不想補妝的人 這個就不會適合你的 但是我真的對這個 是不是情有獨鍾 我是不可以補妝 是因為它真的很滑 如果大家知道有什麼滑內眼線筆 都可以很滑 都很歡迎你留言和推介給我 因為這個其實真的會用 就是一個缺點 但是我一直都要用它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不同的眼皮 又會有不同的效果 因為我嫂子是油眼 她用這個也不會用的 所以每個人都不同 可能我眼淚水是比較多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是很喜歡 我這個顏色叫Canyon 它是一個啡色 但我也是用它來塗在內眼線 很深色、很實、很滑 最後最後的產品 不好意思我聲音已經開始沙了 就是Arch Brow Sculpting Pencil 這個顏色是Soft Brunette 我也是用了很多支 我是超喜歡它 因為它首先是一個斜角的眉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是斜角的眉筆 它是很柔軟的 很快就可以塗到 很快就可以畫完整堂眉 很適合我這些很趕時間化妝 或者是很懶的媽媽 因為它的顏色很柔軟 所以它是很容易塗很容易畫 很快就已經畫完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掃 給你掃一掃就完成 所以很喜歡這個 我現在正在試它的幼身版 都挺喜歡的 但如果你想要快靈姐 那就一定是這個 拍這段影片太多的迷惑 我也不知道拍了什麼 不過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其實我還有一大袋 護髮產品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 就留言告訴我 我也可以拍一段影片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可以拍一些其他影片 就是皮膚化 還有測試一天 化妝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這裡有沒有什麼產品消到你們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看看你們會不會買 我們就在留言裡聊天 下次見 Bye